陳醫師你好 欸 蓋先生嘛 是是是 你好 今天來有哪一些身體不舒服的地方 醫師 我最近有半夜起來或起來上廁所的習慣 半夜啊 幾點起來 我那時候半夜起來上廁所都差不多落在凌晨兩點左右 回去還能夠入睡嗎 剛開始的時候是可以 後來上廁所的頻率越來越高 然後最近一次的時候是到五點的時候再起來一次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一個晚上起來三小時 非常快 導致我現在睡也睡不好 那你每一次起來尿量大概有多少 大概100cc左右 100cc啊 那你整個晚上睡覺期間有在喝水嗎 我中間會去喝一下水這樣子 喝一點水 有喝很多嗎 沒有 沒有喝很多 對 那尿到後面的時候那個尿會分岔嗎 會 會 會分岔 會分岔好 然後你尿到最後快收尿的時候 那個龜頭那邊會不會有這種 突然咳噔一下那個刺痛感 會有一個後座力的感覺 會有一點刺刺的 對 刺刺的 這個以前有沒有 以前不會 以前不會啊 那你這個夜尿 這個我們醫學上叫做夜尿 所以你這個夜尿的情況大概多久了 大概有兩週左右了 兩週左右了 兩週左右了 上週是我最疲凡的一次這樣子 白天的時候有沒有說常常你上班啊 上班期間有沒有說常常需要跑那個廁所的 也會 你尿尿的時候會不會滴滴答答的還是量很大 我覺得會 以前以前來講的話就是順順的上出來 然後現在就是一上的時候就會很急 然後最後就會有那種滴滴滴這樣子 對 哇 那有急尿有夜尿 然後還有滴滴渣渣滴尿嘛 是 後面還有痛尿 然後你有沒有觀察你那個尿的顏色 咖啡色或者鮮紅色的這種尿 鮮紅色倒沒有 咖啡也沒有 可是會比以前的尿還來的更濃 好 所以你要觀察一下 如果說是有紅色的尿 這個我們叫做血尿 這個更特別留意 你現在這個情況應該是 攝護腺腫大 什麼是攝護腺腫大 攝護腺就是介於這個膀胱 跟我們男性的陰莖 這塊叫攝護腺 攝護腺 攝護腺是男性特有的這個器官 年紀越長 它就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像你看 你看這個大小 一般來講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就像一個核桃 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 就變成像雞蛋 青春期十四十五歲的時候 大小大概長這個樣子 然後到了四五十歲 它已經長大成這樣 到六七十歲就變成這麼大了 這樣變大之後會有什麼相關的雞 一變大了以後 它就會把這個尿到擠壓 尿尿就尿不太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是攝護腺腫大的時候 它就會亂釋放訊號 你會讓自己誤以為說 裡面膀胱有四五百細節的尿 所以等於它會造成兩個影響 第一個讓你的排尿困難 第二個它會發炎釋放訊號 不太如此 那醫師 為什麼我會突然的這樣 攝護腺會給他呢 所以從四五歲開始 你會長如虛 會有喉結 陰莽會長出來 為什麼 因為男性荷爾蒙啟動 但是很不幸的 那時候開始 這個男性荷爾蒙 也在攻擊你的攝護腺 原來如此 所以說是每個男性 他在從小到大的時候 男性荷爾蒙 就會不斷攻擊自己的攝護腺這樣子 對 只有一種人不會 叫做太監 因為太監已經把它 膏丸淹掉了嘛 所以不會有男性荷爾蒙 你現在三十幾歲 我估計你現在的情況 你的攝護腺 大概已經變成雞蛋大小了 現在如果不趕緊治療的話 你再過幾年 你就變成蘋果這麼大 醫師我想請問一下 有什麼 預防跟治療的方法 醫學上證明 只有靠液氧化彈 第一個讓我們 它這個尿道本身放鬆 所以你排尿就比較容易 第二個 液氧化彈還可以預防 它可以在你這個攝護腺 正常的攝護腺上面 形成一個保護膜 男性荷爾蒙不會攻擊它 所以液氧化彈能夠 保護你的攝護腺 不讓它受你自己身體的 男性荷爾蒙攻擊 同時又能夠讓你的尿道放鬆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現在我們醫學界 利用這個一氧化彈 來治療這個前列腺的肥大 但這個你一定要做 因為你如果說 不再抓緊治療的話 接下來 攝護腺肥大 下一個步驟 就變成攝護腺癌 攝護腺癌 現在是我們台灣 男性發生率成長第一名的癌症 所以你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原來如此 謝謝醫師 我們歡迎我們各位粉絲觀眾 訂閱本頻道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非常樂意為各位解答